台北姐姐就算六坪,六坪而已 大家要知道,我不会这种场面 我只是一个很频繁的家庭主顾 我也不晓得我今天会走出来这种清醒 我实在也是无可耐的 因为我比较不会讲话 请大家多演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打草稿 我只是小学问月大姐说 昨天昨天昨天月23号,文庆宣政的时候 是那个柯,叫柯南开会的时候 我就... 我不是有问那个宣政阮 我问他说... 你讲话 我问他说,那我是挂地盘 他现在就是挂地盘盘,四个字 原地保留,防保留,他都不讲了 我问他那个官员 后来我们5月10号就给他翻案掉了 我说,他说,我们是注重这个... 过程不重要 我们是... 重视结果而已 我不晓得请教授 这个是... 因为我们又不懂得法 他是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用这个话来... 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懂 过程不重要 你们开会怎么样都不重要 就是看看结果 结果就是说 你52个人推翻... 那我们所有的会议都没有算 他的意思是可能是这样子的事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解释一下 就是洪秀春大姐的房子就是已经被拆到3次 现在剩下6坪嘛,对不对 然后现在就是那个... 本来协调好就是要原屋保留 可是当然现在摄影机很多 但是我还是可以讲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县政府恼羞成怒他们就是 有点类似从中作梗这样子啦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棘手 因为县政府他就是态度很硬 那虽然我们什么程序都来 就既有的行政程序 然后法律诉讼都在做 可是现在就是... 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要一直站下去 可是那个关键真的都已经不是我 就是说县政府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跟他站一站一站 他现在就是说脑子很... 因为他不是上次那个报纸嘛 报纸说要告3亿了嘛 然后那一段是用52个人推翻我 我现在就是他的剑板了嘛 就是不放动 他说他到处上班的传单嘛 就是好像... 好像有一点 好像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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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的政治刚上那种 对... 你不是要申請給行政院他講話嗎 有啊 他還是一樣啊 這個跟你們一樣啊 送給行政院 那你就罵啊 開罵啊 幹嘛 他如果講話不算 那就叫他以後不要亂講話 對啊 一個國家的援手可以亂講話嗎 他行政院黨可以亂講話嗎 有時候他說52人去陳情 你說你的東西 你那個地方 人家陳情說你一定要拆妄礙交通 你不能說人家52人去陳情你就要拆那東西 那我今天我也52人要去陳情 總統我看了不爽 我要拆 可以嗎 你不能說你看人家的房子不爽 就要拆房子 你就不能罵啦 奇怪 這就是營建政府 營建組 然後憲政府 然後里長 整個一串臉啦 一串都不爽 那個死他比什麼的人啊 這這裡 總共我講兩句啊 這個我也請媒體這個部分我們不要寫啦 好不好 可以 各位 那我們現在是講說 誰沒有關係